新北市新庄区的国家电影中兴举行的上扬典礼 预计109年完工启用 新北市新庄区的国家电影中兴举行的上扬典礼 市长朱立伦感谢工程人员的努力 让工程进度超前 由桃园市彰化县及高雄市 宠物商业营业工会合作 制作三支动包影片 将民众照顾宠物注意事项 参加影片人气募集还能引导奖 台北市大安区光明里和景泰里 两位里长争取变更住宅区为公园用地 分别位在两个里的金豪与金山公园因此诞生 区里环境更加优化 历经了十个月的努力 位在新北市新庄区的国家电影中心 终于是举行了上凉典礼了 预计在109年完工启用 新北市长朱立仁感谢所有工程人员的辛劳 让各界引谨期盼的国影中心能够以最快速度完成 台湾电影文化园区国家电影中心上凉 位于新庄互通星的国家电影中心 经过十个月的努力 工程进度已比预期超前 新北市府特别举办上凉典礼 希望工程能在109年顺利完成 让电影界的朋友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新北市或中央的文化部 或者是我们电影界的朋友 都很期待我们国家电影中心尽快的完成 今年动工到现在为止能够上凉 明年7月左右工程可以完成 再加上后续的装修 我们希望在一年多以后 我们这个国家电影中心 让我们电影界的朋友 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新北市长朱立仁指出 将来还有第二期招商 要让国家电影中心周边 充满电影气息与商业价值 希望能吸引观光人潮 进而带动地方发展 将来我们这周边还有二期的 我们来招商 让我们这边成为一个 充满电影气息又有商业价值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来到这边的好地方 那我相信对于整个新庄地区 整个新北市都是非常重要的 朱立仁强调国家电影中心 不但是培养影视人才的基地 未来结合林口影视城 将扮演台湾与世界电影交流的重要窗口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乌来揽胜大桥 桥体联接受到台风侵袭严重受损 因此在今年一月底进行改建 新北市长朱立仁特地前往视察 关心正在进行的钢桥调桩作业 朱立仁市长表示 新建工程原定明年底完工 但是希望工程单位可以加紧赶工 提前在明年暑假防汛期之前 来临就完成 已经有50年历史的乌来揽胜大桥 几年前受到苏迪勒与梅基台风的侵袭 桥体结构严重受损 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新北市政府与中央共同合作 在今年一月底进行改建 原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因此新北市市长朱立仁 10号特别前往视察 关心目前正在进行的钢桥桥梁 调桩作业 也期许改建工程在明年暑假旅游旺季前 可以完工 今天进行这个调梁作业 很快的这两天就会把梁都调好 那它的安全结构就会加强很多 然后接下来进行相关的工程 刚才我们公务单位的同仁 希望拼在暑假就能够完工 那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暑假是旅游的热计 那一方面也避免这个防汛期的一些干扰 公务局表示 阮盛大桥新桥体除了肩负老街与温泉街两岸通行功能 另外河岸两端还规划了景观平台 方便游客赏景 观光游戏功能绝对不输给高雄的爱情摩天轮 不管是情人不管是这个旅客 可以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在这个温泉泡汤之余 可以欣赏我们这个温泉街的一个这个美景 那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爱情摩天轮 但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新店乌来地区 能够这个非常的这个商家 能够都非常的活耀 新公处指出 阮盛大桥改建后桥长为65.95公尺 宽7公尺 新桥的高度由原本的118.14公尺 抬高到121.3公尺 可以避免再遭到水患侵袭 记者陈小丹 乌来采访报道 新北市首创路边停车APP自助寄费服务 即日起民众只要下载指定的两款APP 停车的时候就会自行开单和缴费 并且还是以分寄费 既省时又方便 还能够提升周转率 目前会从中永和地区开始失败 在路边停车后拿着停车单去缴费 这样的模式未来可能会慢慢消失 新北市交通局首创路边停车APP自助寄费的新服务 民众只要使用停车大声供APP或者是一停网APP 就能够自己开单自己缴费而且还能够以分寄费 你自己开单然后结束的时候自己又把它结束寄费 那这个同时间也透过我们行动支付业者也完成这个停车费的一个缴负 就不用待进这个单子不见了或者是究竟缴了或没缴这些不便了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路边停车收费方式为人工开单 是以每半小时为单位寄费 民众很可能会因为半小时的停车费用产生延后使离的情形 另外也经常有民众发生停车单遗失或忘记缴费的情况 所以透过了APP自行起寄既便明又省时 同时有助于周转率 你可能不需要待的你还会再多待一些时间 那影响这个车位上面可能别人也要停车的一个需求 特别是在一些我们新北市一个路边停车 我想整个民众要停车需求相当高 我们透过这个方式让整个车位的周转率能提高 APP自助寄费只要在车辆停妥后 开启GPS定位停车路段 在点选停车格确认收费资讯后就能够启动寄费 结束时则可经由预设的缴费方式自动完成扣款 不过目前这样的寄费服务 不适用于机车大型车及享有身心障碍者 电动车停车优惠的车辆 初期会以中永和地区开始试办 后续经评估后 希望能够扩大实施到全市使用 记者陈小淡新北市采访报道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从民国88年开始 推动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企业研发补助 也就是SBI 到现在已经满20年了 特别举办了成果展 邀请了20年来曾经获得补助的企业回娘家展览 更举办了机优计划颁奖典礼 希望借此带动国家中小企业研发 提高转型力量 普通的布料放上静电球 静电就随着布料引发出电流 再放上另外一片布料 静电就随之停止 这是大西一家纺织厂独特的抗静电 南燃布 力投独特的技术 就曾经获得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SBI-R企业研发补助 成功吸引国外厂商洽谈合作 画面上是医生正用着勾针缝和皮肤 但仔细一看 这像是皮肤组织的块状物体 其实是利用矽胶3D列印出来的肌肉组织 也是SBI-R鼓励新创企业 海选企划中的入选作品 无论是食 医 住 行 台湾各地都有获得SBI-R计划 补助的中小企业 大家齐聚一堂 分享交流近年的研发成果 因为第一个是 我们印的材料比较特殊 它是矽胶 那其实矽胶它的特点 就是它除了柔软 那它的生物相容性非常好 所以它很适合用在医疗上 临床技能的教具 就是拿来训练这些医护人员 临床技巧的一些道具 过去除了中央的SBI-R 也开始推动地方型的SBI-R 也就是说让中央的这些计划 跟比较地方型的研发创新计划 可以结合在一起 让台湾不管是高科技业 或者传统产业 它的中小企业的研发生命力 能够更加的旺盛 除了成果站 当天也进行SBI-R 技优计划颁奖典礼 包括卓越SBI-R产业贡献奖 劫出SBI-R企业联盟奖等奖项 鼓励这些在各领域上 对产业有贡献的企业 SBI-R从88年开始推动 至今已届满20年 带动中小企业投入研发经费 达275亿元 新增了7000个就业机会 期盼未来能够透过研发成果的扩展 带动另一波的经济动力 开播到台北处的新闻超通话 采访报道 新北市芦州区风景优美的柳堤公园 最近有民众抱怨 公园内以瓷砖所铺设的运动步道 因为下雨就会很容易打滑 相当危险 另外公园中央的凤凰树 已经枯死半年了 严重影响到景观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接获陈琴就办理会刊 要求景观处和芦州区公所 要尽速改善 还给民众安全的休闲环境 风景优美的柳堤公园 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但最近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却接获民众陈琴 抱怨公园内 以瓷砖铺设的运动步道 余意到下雨就容易打滑 相当危险 另外公园中央的凤凰树 已枯死半年 严重影响观瞻 民众也希望枯树能尽速移走 很多人在里面和芦州 我们的步道 那种泰鲁是会滑的 现在路上最清楚 他会滑 所以要求我们金建客 跟我们的警官处 一定要来确定做 再来这张囚子 我们里长跟我们唐总干事 我们业理事长 欢迎很久 这张囚子其实两年前就死了 叫寿意再来把主持来够 一定没站起来 所以我们会请我们警官处 把他移走 移走以后 这个地方 草皮先把他乘起 穿好漂亮 然后里长再听大家 先看我们这个地方 在议员及里长的强力要求下 农业局警官处承诺 会在三个月内完成步道铺面更新 及移速工程 还给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休憩环境 感谢卢洲环保协会 这十六年来对我们柳梯公园的贡献 跟我们市长 我们现在的议员 李翁叶尔议员 常常来关心我们这个柳梯公园 拜托警官处 这三个月来进宿 快把我们处理好 有关今天议员跟地方民众 这边反映的事项 那警官处这边会督导居公所 在旗线内进宿完成 那让这个公园能够更好 那民众在公园里面休息使用 也比较安全 游离公园是 芦州区的指标公园之一 每天聚集的人潮众多 相信在芦州环保协会 及李翁月娥的任养监督下 只要是民众反映的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广告回来告诉您 连续举办十年的 育城基金会会议化比赛 在台北市内湖区公民会馆展 希望让更多民众 认识心智障碍朋友们的 内心世界 给他们更多的爱的力量 欢迎回到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现场 横贯新北市和宜兰县的淡兰古道 是国内外登山客来台必访的朝圣路线 在新北市政府的努力下 逐渐重现历史原貌 其中最古老的淡兰北路 已经修筑完成了 还特别请来设计大师肖清扬 打造指标logo 宣告正式启用 直至起开放民众报名游览 淡兰古道是清代淡水厅 到格玛兰厅的主要交通路线 可分为北中南三路 横跨了现今北北基仪四个行政区域 现在淡兰北路全线收筑完成 结合了2018登山旅游节 推出了一日游两日游三种套装游城 即日起开放报名 要带领民众一同走进 仿古寻金的时光步道 从现淡兰古道的一个精神 让台湾人跟国际观光客 能够有机会认识台湾200年前的历史 因为刚刚提到 你在中间你可以看到很多 从嘉庆年间包含日剧时代 所有的这些文化 都还能够停留在 我们的新北市这段路径 在淡兰古道上还可以看见 设计大师肖清扬亲自操刀的识别图样 以古道的珍稀蕨类植物 双扇绝作为设计标志 代表着具有地球古老生命的意涵 搭配着国宝及书法家的辉豪 让古道标志的石柱更显特色 北台湾有一种植物叫双扇绝的构造 它很像你的两只手打开 你的拇指跟你的四只指头的结构 这个结构打开之后 它其实它比我们人类更早来到台湾 我心里其实当时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觉得那就是它了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在西班牙有朝圣之路 在台湾则有淡蓝古道 不用出国也能够走在国际级的百年山径上 游客除了可以透过主题网站 查询到相关的资讯作为行前规划 现在也可以报名参加淡蓝古道北路的行程 探访鲜明迁徙 产业拓肯和聚落发展的人文足迹 记者陈小旦新北市采访报道 许多人饲养宠物 不过有时却是不太了解饲养的技巧跟方式 因此由桃园市张化县和高雄市宠物商业同业工会合作 制作了三只动宝影片 希望让民众更加了解照顾宠物的各种注意事项 另外只要参加影片人气募集活动 还有机会赢得大奖 童物训练师带着人气狗狗采犬来到台上 虽然已经训练多时 但可能是现场人数较多 让采犬有些紧张 幸好最后还是能听从训练师的口令 正确做出各种技巧 也让现场观众打开眼界 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来宣导 让民众知道正确的饲养宠物的观念 让我们流浪狗能够减少 让动物的福利会更加提升 为了更增进民众对动宝 以及宠物照顾的正确观念 行政院农委会补助 中华民国受益师全国联合会 委托桃源市 彰化县 以及高雄市的宠物商业同业工会 联合制作了三支的动宝影片 希望教导民众照顾宠物的注意事项 只要我们家的狗狗有植入晶片 然后并上网做宠物登记 那你随时只要不小心走丢 就随时随地可以找回来 那宠物决育的话就是怕有些民众就是采放营的方式 不小心让自己的狗狗 然后就在外面就被配种 然后就生了一堆小狗 然后没办法处理 然后造成社会很大的负担 然后或者是流浪狗 所以我们就要呼吁要做宠物决育 宠物不再是宠物 它是一个家庭的成员 当你把它当成家庭的成员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它就是能够促进家庭和乐 促进家庭快乐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芥体 一个宅体 这三支影片包括宠物登记片 宠物绝育片 以及宠物业转型以及精进片 从即日起到12月30号 民众只要参加宣导影片人气募集活动 就有机会赢得大奖 有兴趣的宠物四主 别忘了就亲朋好友一起参与 开播大大北出卫新闻丛德华 采报报道 连续举办了第29年的 韩式吃饱三食爱心尾牙 今年经费募款只有到两成 为了吸引各多社会大众加入公益行列 请来台湾桌球好手江洪杰出席活动 已经身为人父的江洪杰最近忙于比赛 特别珍惜和家人团聚的时间 也深刻感受陪伴的重要性 这次应邀担任公益大使 希望号召民众一起来帮助弱势 台湾桌球好手江洪杰现身东区 邀请路过民众下载贴图做公益 最近都在日本职业桌球踢联赛打球 趁着回国控党担任人安基金会公益大使 为韩式吃饱三食活动募款 得知江洪杰出席活动 有粉丝特地请假来拍照 育有一个一岁女儿的江洪杰 现场也开心分享老婆福渊爱 再度当妈的好消息 因为自己忙于比赛 老婆和小孩只好托家人照顾 这也让他更珍惜和家人团聚的时光 江洪杰得知第29届韩式吃饱三食爱心尾牙募款困难 不但播控出席活动 号召民众响应 还捐出车马费 希望呼吁民众一起关怀弱势 让韩式朋友在过年前也能有一顿文保 下载贴图做公益 韩式委牙我出力 台北大台北书委新闻邱世民参谱报道 现在许多学校都有开办营养午餐 不过对于家境贫困的同学来说 却连营养午餐的费用可能都缴不出来 台北市新义区的林姓中心会理事长林明仁 他得知这个情况 就特别结合了其他的善心社团 透过新义区公所维合 捐赠营养午餐费给新义区五所小学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号召各界一起来帮助弱势的同学们 国外国小学生整齐排队 依据自己的食量 把菜摇到便当盒中 再回到班上大块朵一番 每位同学都吃得津津有味 也相当珍惜眼前的食物 我超级爱吃营养午餐 每天都至少要吃到两碗以上 营养午餐都很好吃 然后都会带着一些 午餐叔叔他们的辛苦 然后就很好吃 情况如此 在台北市还是有许多学生 因为家庭穷困 连营养午餐的费用都付不出来 需要校方跟善心人士募款 台北市新义林姓中心会的理事长林明仁 知道这个状况 主动找上新义区长游竹萍 希望汇集一些单位的力量 捐助学生们营养午餐费用 小朋友要健壮 我们国家才有希望 我也希望说 我们前台北市的小朋友 今天有饭吃 明天还是要有饭吃 所以我们希望 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 能够永续下去 非常感谢林理事长这样子 愿意来照顾我们 最没有办法照顾这一块 也就是说他自己经济有一些落差 然后政府又补助不到 这一点让我们林理事长看到了 那他就纠纵一起来 帮助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也最感念李事长可以这样来做的 那也感谢林董事长可以把这样的爱心 扩展到其他区 之后可以永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林明仁理事长跟几个热心团体 总共捐出了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三元 提供新一区博爱 无心永吉福德和永春五所国小 让生活比较拮据的学生 也能够跟一般孩子一样 不用为营养午餐费用而烦恼 在求学的过程中 也能够营养均衡 成长茁壮 凯波大台北说的新闻藏的话 采访报道 位于中正纪念堂附近的台北市大安 和中正两区交界的大安区光明里和景泰里 里内都有大片废弃的国有地卷设 和台北监狱围墙的遗迹 为了维护试定古迹还有美化环境 两位里长就争取变更住宅区为公园用地 分别位在光明和景泰两里的金航 还有金山公园也因此诞生了 并且向李明举办了施工说明会 让大家一起来关心工程的进度 大安区光明景泰里明排排座 大伙仔细聆听他们现在置身的这一大片 占地至少2500平的金航公园 未来将如何施工 树栏 这个我希望能把它保留起来 因为它道路要拖宽 势必要破坏一些东西 但是说能够保留 尽量保留保留 还有那棵大榕树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适度给它整修一下 我们有沙坑 沙坑一定要做洗手台 那洗手台是供小朋友 就是说你玩沙可以去洗你的手你的脚 那儿童游戏场 儿童游戏场它一定要符合 CNLS 1262 1263的规范 因为现在儿童游戏场 我们都不会再做罐头游具了 这一座位于大安区杭州南渡二段25项 以及金山南渡二段30项南侧的金航公园 是隶属于国有财产署荒废已久的法务部宿舍 经由里长跟市府争取活化之后 保留台北监狱围墙试定古迹 将原住宅区作为公园用地 分两阶段施工 既然我们有那么大一块绿地 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花香的东西 比如说可以摸什么玉金香啊 迷迭香啊 可以小朋友手去触摸的 不会伤到手 又可以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 多人认识一下一些植物 从金航公园往爱国东路走 位于金山南渡二段92项 金华街口 辟建31年的金山公园 也要一并改造 里边它有很多体建设施 还有这个花草树木这些 都是植栽的时候 都是最新对有季节性的这个花草 还有着舒适的座道 以及休闲的这种步道设施 座椅这些 所以到时候完工的时候 可以呈现在我们这个景泰里 是最亮丽的一个指标 为了配合台北监狱南侧围墙保存 去年市府也将西南端 一并纳入公园用地整体设计 不但让公园总面积加大至少一倍 也将规划共荣式游戏场所 尊重园区原有的设施跟文物 公园预定明年七月完工 将提供附近居民更优质的生活空间 记者顾彩永 陈摩岛 我喜欢城市 喜欢遇见新的人 我懂得生活 更懂得带你去哪里玩 我看见的一切 都想要与你分享 语言不是问题 道别也只是为了再相往 部分日夜在台北的大街穿梭 就为了遇见你来自远方的你 我是台北市观光巴士 欢迎再回到凯波大台北数费新闻 新北市2018新北部邦国际城市U18 棒球邀请赛将要在12月16号到22号 在新庄棒球场以及崭新启用的 三重棒球场展开了 这一次呢 总共邀请了国内十字高中强棒 还有来自韩国菲律宾的精英球队 赛事精彩可齐 欢迎市民朋友免费入场参观 新北市副市场吕魏青 与青棒代表共同启动魔球 宣告2018新北部邦国际城市 U18棒球邀请赛 即将开打 一连串的精彩赛事 将于12月16日至22日 在新庄棒球场 及崭新启用的三重棒球场展开 青棒子这部分呢 我们首次办理一个全国性 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邀请赛 那我们希望在我刚刚讲的 这么多这个棒球比赛的这个体系里面呢 再把这个青棒的高中的这个部分 把它补上来完整这个整个的体系 那当然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球队 有这个国际交流的机会 也可以提升球员们的这个球技 那当然也借这个机会 来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新北市 在推展这个棒球运动上的成果和热忱 这场赛事由富邦金控冠名赞助 富邦金控长期支持国内棒球运动 更是台湾唯一同时拥有直棒和成棒的企业 此外去年富邦汉将入主新装棒球场后 便积极打到新装棒球场成为指标性球场 让新北市民多一个观赏棒球的好去处 富邦金控长期以来非常支持这个体育的运动 那对于这个精英的球员 还有球队的栽培不遗余力 尤其这个棒球扎根的工作 非常努力在做 那也有举办富邦棒球杯的 富邦杯的这个哨棒比赛等等 那尤其这个新装棒球场 在富邦金控的在经营之下 非常非常一个有特色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球场 这次共邀请国内十字高中强棒 以及来自韩国菲律宾的精英球队 赛事精彩可期 欢迎喜爱棒球的朋友 直接到现场免费观赞 或透过电视及网路转播 共同为这群热血青年加油打气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道 已经连续举办十年的 玉城基金会会议化比赛 目前正在举办巡回展演 而台北市内湖区公民会馆 也大方出借场地 希望让更多的民众 借由画展更认识 心智障碍朋友们的内心世界 给他们更多爱的力量 鲜艳的色彩 丰富的色调 画纸上的飞机搭载四个人 准备飞往梦想的国度 这是玉城基金会 心智障碍画家郑立伟的作品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带着家人 一起去日本旅行 爸爸妈妈还有我 还有你姐妹妹 一起去日本玩 日本好玩 里面有鱼商 里面有鱼 玉城基金会为了让这些 心智障碍朋友 能有展现创意的机会 连续十年举办全国绘画比赛 每年一道增见识后 作品就如雪片般的飞来 其中更有连续参加好几年的学员 绘画比赛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摊赛 得奖 然后接受表扬 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在绘画里面得到他们的快乐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们办绘画比赛 一个最好的回馈 内湖公民会馆连续第二年支持玉城工艺画展 希望能让更多民众深入了解这些画作的背后故事 也希望号召更多善心人士加入 帮助心智障碍者获得支持的力量 创作出更多令人赞叹的作品 新闻最后换你一起来关心天气 13号周四当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双北市各地都是因时多云 到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北部各地早晚气温偏冷 白天不超过19度 淡水巴黎北海岸等地最低气温 大约在14度上下 请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以上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新闻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